好,大家好,我是RS江中文本語教的講規人 那我今天就是接續AND他前面講的東西 我們會談比較詳細的關於軟體license的授權部分 那就是如果大家應該可能會在SIGCOM或是COSTAL看過 就是會想說好像原本是寫程式的,對 那就是轉職中目前在念法律,對,那個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就我不多說了,對,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和 就是因為是open source web workshop,所以我們會講比較邊自由軟體 那其實自由軟體就有分很多什麼,free software 然後false,floss,就是各式各樣的名字 那到底什麼樣的軟體還是自由軟體,難怪真的是免費的就是自由軟體 然後就可以隨便的使用,然後source code,像剛剛講的 隨便call,然後stack overflow copy下來,然後貼進去,會動就好了 應該不是這樣,對不對 那很多人可能會問說,不過是個軟體,為什麼要授權 對,那好,當然就是如果你使用的軟體沒有適當的授權 或者說,你沒有適當授權給人家的話,就是可能會有公司就是告你或找你決鬥 我類似這樣,對 那我們剛剛講過就是,智慧財產權有分,其實智慧財產權它分成三大類 剛剛有講過,和專利,然後trade mark和copy write 專利上標和著作,其實主要著作權的主要是這三個方向 那主要授權的部分,基本上你的source code授權都是授權那個著作權的部分 那小部分的軟體授權會把商標,會一併告示提醒你說,它並沒有把商標權授權給你 如果你要fork出去的話,你要自己增加,就是自己改那個logo或換一個project名稱 那到底為什麼要授權?其實,為什麼要選擇一個常用的授權,而不是特別去寫一個license 或是沒有寫的license,其實主要是要降低大家使用你的project的程式碼的機會成本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上網找個library,然後我看到這個library是例如說,像mit license 我就很清楚嘛,你看到那三個字就是mit,我就知道說,這個license我可以用在我的project裡 然後它有什麼樣的義務,然後我要負起它的權利,然後我就很清楚就知道 可是,舉個例子來說,像如果你在網站會有網站註冊的時候,它那個漏漏本的條款 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寫或是你沒有使用公定,就是使用大家平常會使用的搜尋 就變成說,你要花額外的機會成本去閱讀那些條款 然後知道說,你想這個project你有什麼樣的權利? 其實,就很容易就會讓人家說,那我不如找一個別的open source project 那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它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就如果你比較有搜尋意識的話,你可能會看到那個條款就知道說,欸我應該要看一下 那,可能譬如說,條款中間不小心把你賣掉的內容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過信用卡,就是信用卡公司的授權條款 它在那個條款的大概,第二頁的最底下會有一個小小用6pt印的 就是寫說,如果你不想要收到信用卡公司的宣傳聚集,請勾那裡 那,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不會注意到那種勾勾 就是,像如果,就是像這種自己訂的授權,也就是像定型化其實這種東西 如果,他把魔鬼藏在細節裡,然後你沒有去注意他,其實 是很傷,你看很傷他的 那他可能覺得說,你沒有進到我所寫的義務 那你也會覺得說,你寫那麼長,我怎麼會想看 對,所以,授權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把授權畫成一張,就是畫成光譜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分成,就是,左邊和右邊 那,選顏色的部分就好 反正就是,你可以分,有點像授權左派或授權右派等 那其實,有兩邊的license,就是一邊是非常自由的license 就是說,你有很少的義務,然後你有很多的權利 基本上來說,就是你只要有靜名標示或進到我所聲明的一些條款的話 就是,程式你怎麼拿去用都可以 那還有另外一邊,就是我們晚點會講,像偏GPO那邊 就是,有人會說他們是基本教育派或是左派的授權 就是,他們在使用程式的同時,會要求你有很多的,進到很多的義務 然後他們會盡量的維持這個程式,可以遠遠流傳下去 那其實,就是各自的信仰不同,那我們之後會慢慢介紹 那其實,主要如果大家有,就是剛剛那個手機設上其實有稍微提到 就是,你可以把授權分成三大類 就是,MIT類或是MIT-BSD類 就是,然後MPL是中間那個光譜的地方 然後還有GPL,GPL-like 那MIT-like的話,我們會說它是,MIT這類的授權 我們會說它在光火最右邊 就是會說它是,幾乎是無拘無數的治療 然後如果大家有看,用過的話應該知道 就是,如果大家沒有用過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MIT的條款 其實非常懂,非常懂 然後,你可以看到條款大概分成上下兩部分 那還有,還有關於BSD的條款 其實,雖然長一點點,那也是上下兩部分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Apache 就,它很長 但是,就是你只要看到Apache授權條款 你會知道它大概有 那他們三個授權有什麼特別的差別 就是,基本上來說,這三個都會有兩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C加D,就是Covid-right notice 就是著作者的聲明,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程式,或是這個project 是有,或是這個檔案 是由誰所完成的 什麼年,就是什麼時候 然後有做的是誰 然後它的Upstream,就是它的上游 例如說它可能之前有敢做的人是誰 它會把一併列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個免責聲明 就是後面那個用全部英文大寫的部分 那其實你知道在英文文章裡面 通常用大寫都是特別重要 全Apache全大寫的部分都是特別重要 所以也就是說 那一段的授權會特別告訴你說 這個軟體是provide as is 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軟體就是這個樣子的提供給你 然後它不付任何的擔保 所以也就是說 就是如果你拿過去用就不要回來告你 那如果我們打個比方的話就是 就是有沒有剛剛在學校餐廳裡面有沒有看過那個 自助餐有免費的那個湯 然後可能它有時候會放個標籤 像冬天會有燒鮮草或什麼 然後就放個牌跟那 然後其實很多人就是沒有買自助餐 但是就跑過去撈那個湯 當然那個是 就可以算是一種比例 就是你其實它那個湯放在那邊 就是免費的供你使用 然後你也 它擺在那邊也告訴你說 它是自助餐廳提供的 但是它不保證說你 那個從湯到一到會撈到育園 可能你就是 撈到這房間裡面都摻了就是水 那它就這樣提供給你就愛喝不喝 這樣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拿過去 例如說你要把那個湯加工 就是說在裡面摻 例如說你想說我拿自助餐的 燒鮮草 我打了一桶過去學校中間 然後加育園拿出去 分大家喝的話 你還要註明說 這是自助餐餐提供的燒鮮草的湯 那我只是這樣 有不同的調考 對 那其實 MIG和BSD它們兩個就是 它就是剛剛講到前面說 著作權的聲明和免責聲明 那Apache它比較特別 就是你剛剛看到它有那麼長的條款 其實它算是比較明確的 把你的權利義務標示出來的 也就是說 像Google或是 微軟這種比較大的公司 比較偏好使用 Apache的措取原因 是因為它很清楚建立了權利義務 然後讓 就是在美國這樣一個 非常 非常非常欣盛的國家 讓 讓 讓 就是讓權利義務之間的 模糊低檔縮小 因為如果 你要 MIG和BSD 有機會 就是如果那個 在日本字義之間 有 摸毀地方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人家 訴訟的 訴訟的 標的指 那 像Apache它很明確的 告訴你說 你可以 自由的修改 然後或者說 它沒有把商標授權給你 所以你如果把Apache的專案 FORG出去 你不可以使用 那個名字 或者說 我把 例如說我在Apache的 那個專案裡面 有 使用到 有專業的地方 那 我有授權給你 但是你不可以拿這個專利來對抗 也就是說 我把專利授權給你之後 你不能因為我授權給你專利 於是就拿這個專利去 對抗這個 參與這個project 其他人 也就是說 他的那個專利授權 就讓你可以 freely contribute 你可以自由的 參與那個project 但是 他並沒有 把專利授權給你之後 可以讓你拿這個 七毛當定間 然後四處去騷擾 其他的project contribute 他 他並沒有給你的能力 然後像 特別註明說 修改之後 例如說 特別註明說 有些授權會 修改之後 會讓你寫明說 你在陳盛哪裡 有做很明顯的修改 他們都會在 條款裡面特別敘述 那還有 除了MIT 這類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在光譜的另外一個 我們叫做 GPL-LINK 那其實他算是比較 就是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就是自由軟體基金 他們偏好的一種授權 那他們 他們是希望說 軟體原始碼 能夠永遠流產 然後不會 不會因為像剛剛MIT 因為MIT 允許商業利用 對 所以如果 如果一個project下游 都是商業公司 那其實這些程式碼的 就是程式碼 有經過精進或修改 其實就停在那邊 就沒有辦法 火箭的被 後手所利用 所以他其實要保障 保障所謂的 軟體的 自由軟體的 所謂的司法自由 或是 六個原則 或是 對 那些手冊當中應該都有 那GPL-LINK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 他要彰顯的就是 所謂的COVID-LEFT 因為我們會說 著作權COVID-LINK 但他是 著作權 也就是說 他故意要和COVID-LINK 唱反調 COVID-LINK是說 我保留了我的權利 如果 我保留我的權利 如果你沒有 沒有經過我的授權的話 你沒有辦法做到事 那反而是COVID-LINK 他會 要求你 如果你使用他的東西 然後跟著 一起用COVID-LINK 然後等於是 把你的著作權連繞 給其他的 project contributor 然後讓這個狀況 可以繼續下去 那他其實具有所謂的 授權拘束性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比較好理解的方法 就是 你想要逃出來 但是卻被捲進去 對 那就是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project 一個project 有使用到GPL 的code 的話 那連帶的 例如說 如果你是採用GPL 授權project 如果你是連結他 或是把原始碼引入 在他裡面 他都會連帶 被要求說 要用GPL 的授權這樣繼續下去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變體 也就是說 像剛剛我們講 然後 那 會有很多的 很多的 不同的中文翻譯 大家其實 主要共通的目的 就是說 你的衍生著作 也要 你的衍生著作 也要使用GPL 或是更嚴格的授權 對 那他主要是想要達到說 沉寂互惠 也就是說 我可以沉寂別的project 的原始嘛 然後我們可以 互相利用 然後那個 那個 程式碼有修改的地方 或是說 程式碼有 你對程式有經典的地方 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 你把修改的地方 拿去商業利用 然後 就 整個project 就沒有繼續下去 對 那其實 你要怎麼判斷說 你有沒有提供 GPL的原始碼引入 就很明顯的地方 就是 其實他有寫的 其實散布行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修改了去 GPL的程式 然後你之後 把它散布出去的話 那其實就會 你就會被要求 要進GPL五口旅行的義務 要提供 原始碼 然後或者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 把原始碼和軟體 附在一起的話 你必須要告訴 那個 獲得軟體的人說 我要到哪裡 可以取得原始碼 或者說 如果你有用一些 手機裡面 像 手機裡面的 軟體 或是 一些手機的作業系統 他會告訴你說 原始碼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如果你 需要索取 那個實體的 Copy的話 實體的配方 你可以寫信到你的地址 然後 跟他們索取 這個軟體原始碼 然後他們有義務 例如說 在三年或幾年期間之內 都要保證說 你可以透過這個管道 索取得到原始碼 對 他們會很注重 就是Source Code的 流通 那相對 大概GPL這一家族 我們有三個比較常見的授權 如果大家有聽過 就是GPL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對不對 然後就是 GPL 其實就是 GPL 這個家族 最明顯的 最常見的一個分類 那隨著GPL 它的限制 它在CopyLab部分的 授權的 范圍的緊或鬆 它會分成兩 就是 會往上和往下 會有兩個 變體 一個是叫做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那如果大家有在用 Library 或 有在用 韓式庫的人 會比較知道 就是 LGPL的程式 或是 LGPL的Project 如果只是單純Link它 你沒有對它的 Project本身做修改的話 你是可以合法引用它 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通常我們會說 城市 城市你連結的 其他的韓式庫 和城市是一起 那 這樣原本 這樣原本就會受到 LGPL的限制 那LGPL 就會特別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把城市 當作韓式庫的方式使用 然後你是連結它的話 就不會受到 GPL的屬於拘束 對 那 反過來 另外一個方面是 就是 HPL HPL 其實最早是由 Afferal Incorporation 這家公司研發出來的 是因為 GPL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剛剛講 GPL的限縮 在散步行為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把城市放在我家 然後 例如說它是一個四五季軟體 然後我修改了這四五季軟體之後 我在我家裡執行 但是去Serve 網路上的所有人 那其實這個時候 我並沒有散步 因為城市本身還可以在我家 但其實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使用這個城市的服務的 你可以繞過GPL的限制 然後原始嗎 還在 因為城市還在我電腦上 我並沒有散步 所以我也不需要公開 我對這個project做的修改 那 那 Afferal General Public License 也就是AGPL 它通常會限縮 也就是說 對於這種 服務 網路服務工業商 ASP 就是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他們通常會限縮就是說 在 就算你是 網路服務的提供者 只要你有把 城市 等於是 如果你把城市作為網路服務 或什麼 還是有提供出去的話 還是必須要把原始碼公布出來 那其實它算是 幾個授權裡面 目前它是最緊的一個 最接近什麼 最接近未授權 或是商業授權 對 那再來我們要談 因為它是兩端嘛 左邊和右邊 左邊是變GPL牌 然後右邊是MIT 就是比較 無拘無數的資源 和防御 那其實還有一類 是所謂的MPL 就是它是 試圖調和中間兩個 因為中間兩個project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如果想要採用GPL 但是接下來就想反思說 如果我要用到 我的Commercial Project 我必須要公布 很多的Source Code 對 那這個時候 像這個時候 就是MPL 他們 像 所使用的 時候 像MPL是Mozilla Public License 就是 Mozilla Foundation 就是 魔術精進化 他們所使用的授權 那也就是說 當人家 他們試圖調和兩個中間 也就是說 如果我只是 單 我如果沒有修改到MPL檔案本身 因為MPL是採用檔案為檔位授權 也就是說如果我沒有修改MPL檔案本身 我額外加進去的檔案 我可以選擇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授權 那MPL他們中間還有一些便體 例如說 像 Eclipse Public License Eclipse Public License Eclipse Public License 就是 如果有大家寫Android的話 會用到Eclipse 其實你有注意到蠻多的Project 會喜歡用Eclipse 當作他們的ID 原因是因為 Eclipse的ID允許商業散播 也就是它的BINER 編譯出來的物理檔 並沒有限制 一定要 一定不能商業使用 那 在EPL的部分 他們 其實它居數性比較低 然後 它會把自己的COVID Lab 它的著作群 限鎖起來 那 像MPL的話 它是以檔案為單位 也就是說 你有使用MPL檔案 編譯出來的程式 你還是必須要用MPL授權 那如果你是在MPL之外 那些原始碼 你可以單獨的去授權 給其他人 也就是說 你在這些檔案之外 額外可以加檔案式 沒有問題 那至於EPL的話 它比較特別 它是以模組為單位 就是你 你如果在 就像你是連結EPL的程式 但是 你如果在EPL程式裡面 額外加自己的模組 那些模組都可以自己 額外的做授權 而不會受到EPL的拘束 那其實 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種授權的變體 例如說 如果大家有聽過 所謂的BEAWARE 或是 或是像 或是像 這個 就是 WTFPL 其實 這種就是 其實還有一些變體 就是為了要降低 只會授權 授權對大家集會成本 就是 大家就算選MIT和BSD 已經非常簡短了 可能還是會有人覺得說 那個授權條文非常的長 所以 WTFPL這種 project 他們要推廣 就是條文只有一條 就是 讀得 讀吧 那 剛剛 Ant有提到 創用CC 我們還會 可能會稍微帶一下 就是 大家要創用CC 因為 這場其實 雖然可能台底下做很多都是有寫過程式的 但是 其實這場理論上還是 promoter場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一些 就是 在寫程式之外的授權 那其實 創用CC 這個 creative comments 它有 所謂的 六和死 那含六四沒有關係 它是六種授權 然後 四項原則 也就是說 它有四項基本的授權的條款 然後 它用這些排列組合 有六種 總共創用CC 有六種授權可以選 那 那四種是哪些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用過 就是所謂的 Name Attribution NA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標註的性能 就是如果你 你著作拿去使用的話 你必須要註明說 這是我的著作 那 Non-Commercial 這個要件的話 就是 如果 你拿 拿我的 所謂的作品 但這也不限做是程式 有可能是繪畫 可能是音樂 可能是 任何其他 儀處創作 如果它是非商業性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後手的 後手做的修改 不能用在商業利用上 那 Non-Derivory Text 也就是說你不禁止衍生作品 例如說 假設 假設今天 好假設今天 強哥或是聽風拍照 非常漂亮的大頭照 然後他決定要用CC授權出來 那他這個時候可以禁止大家 拿他來做衍生著作 因為可能大家會幫他夾他骨子 做什麼 對 那可能覺得說 對於他的作品 是一種洩露 他可能不喜歡這樣 他可能不喜歡這樣 他可以使用 對 還有Share Like 那 創作CC的後手的授權 你也可以用Share Like 要求他要 使用他的創作CC 下一個什麼授權 一種授權出去 然後讓他後手可以 繼續為大家做的理由 因為如果你只是清明標準的話 我可能會後手 因為所謂的 改作之後 雖然你允許人家有 把改作權授權出去給人家 但是這時候 他改作之後的作品 會寫成一個新的舉動 那這個著作 你也可以用Share Like 這個要件 要求他說 他以來用Share Like 用Share Like 授權出來 那 可以排六種 也就是說 最基礎的就是 進行標示 或是說 不但標示的 要分享 或是不但標示的 就不可以幹 不但標示的 不可以商量去使用 那其實為什麼 你會想說 如果是 剛剛有四種以外的話 這樣算一算 排出來應該不會只有六種 但是因為他有一些 會衝突 例如說 例如說 靜止改作 和相同方式分享 其實很奇怪 如果 兩個人 連在一起的話 還蠻奇怪的 因為如果你靜止改作的話 為什麼會有延伸作品 需要相同方式分享的問題 所以他並不是每一種 又隨便的作品 但是大概會分成六種 那其實 當然 這次創刀CD 希望逐步 讓大家把著作 釋出了一個方法 最終 最終也是最 終極的授權 就是希望大家的著作 都能夠 投身一個公共領域 對 也就是所謂的 世界大同的情況 也就是說 像很多人 包含像我們的 例如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臨時政府 他們研發的模式 那他們其實就是 把他們的著作權 用CCD完全的公佈在 POPING SOMET 那這個時候 你不論怎麼利用 甚至不需要 禁標式 就是完全 允許你使用 那還 公共領域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 演講的時候 會用一些 可能 200年前 300年前的古書 或是什麼裡面的 影文 或內文 那其實 著作權經過 在作者死後 50年 就會消滅 所以也就是說 那個時候他就會釋出到公共領域 等於是全人類的智慧的財產 對 應該沒有人 應該沒有 畢達哥拉斯的家屬 會跟你請求 侵犯 必然沒有要特殊 對 因為等於是說 在過了某一個時效之後 著作者是要保護這個作者 他可以因為他的著作 然後獲得他該有的權益 而不會被人家濫用 而不會被人家濫用 或者是拿去盜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為什麼會有50年之後 要釋出到公共領域 因為他相信 作者死後 50年或60年之後 他的 他的這些智慧就會融合到 成人類的財產之中 那你也不能在這個時候 過度限制 或其他人 利用這些知識的權利 對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developer 你是一個專案的開發人員 你要選擇一個適合的手權